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贵在不战而屈伦之兵 真及纯真之道 论谋攻兵工方法 瞧去利弊得失 用 用兵之道 用兵六条法则 身后主张 要集中优势兵力与敌决战 如果兵力不如敌人 则要灵活处理 切不合 固执坚守 否则为敌所情 总的原则是坚持以我之众圣敌 仍然体现 以全圣敌 争斗于天下的基本精神 统 统御之道 论将为国府 至圣万臣之策 为在于将 故将成义重 论义庄不可终于摇制 以免乱军隐胜之害 要想以高明谋略圣敌 必须胡佐周密 有智慧将领进行战略谋划 否则战争就会失败 国家就会衰亡 决策好必须有决策实施和执行的将领 所以将领的才能 是谋攻圣敌的基础条件 知 知可以战者 知 知可以战 以不可以战者胜 知 众果之愿者胜 上下同于者胜 以于代步于者胜 将能而均步于者胜 此无者之胜之道也 谋攻之名不外乌神级料地 故特标知彼知己 是之 唯一 偏 言 目 本篇主要认识才有什么样进攻方法 以争取战争胜利问题 孙武认为 事务强功 取胜昏论史诗之下 即使取胜 这也难免不付出一定代价 而以谋取胜 即可自胜 又能保存自己 所以本篇以谋攻命名 强调以自谋胜敌 并解释了自比自己 百战不带战争根本知道规律 孙子研究了国家高层 做战略决策以后 如何进积极主动的战争谋划 以便愿一系列高明谋略战争敌人 为此他提出谋攻的原则 要求以纯圣的谋略真胜于天下 又提出谋攻的基础条件 说明怎样才能保证以纯职的信息 真胜天下 其中 全国为上 不战去人 只比自己 百战不带 本名言 至今能给深刻的启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